各位听友,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《仙夜》。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一间一百六十二集 鸿芒下的白衣身影 竟然是一条九游深渊的幼龙,四龙依然不能用凶兽的等级来判断,他的实力虽说还只是十二集,但却可以爆发出相当于寻常无法化作人形的十三集黄兽之力。 嗯,的确是九游深渊之龙,这种龙兽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,长老曾说四兽群居是超过了化人之兽, 传说中天阶盗兽极穷的六种半神兽之夜。 此时重大,需汇报给长老。 那被蓝色雾气弥漫的三人相互传出神念,其中一人立刻拿出一枚玉剑,一捏之下,这玉剑崩溃,却是把信息传了出去。 就在这信息被传出的瞬间,那裂缝内的九游之龙再次咆哮,随着其咆哮,立刻便有大量的黑气从他全身一处处鳞片缝隙间喷出。 这黑雾刚一出现,立刻就化作无尽的黑色骷髅头,带着穿透灵魂的死吼,向着四面八方散开,直奔裂缝外而去。 此地裂缝,立刻就有轰隆隆的巨响,疯狂地传出,好似颤抖一般,发出不堪承受的声响。 那无边无际的黑雾,组成的骷髅头咆哮而来,直接从那裂缝内冲了出去,向着四周的修士,猙獰地扑去。 更是在这大量的黑气骷髅头后,裂缝内的凶兽咆哮跟随,发起了冲击。 但那九游龙却是始终留在缝隙内,没有冲出,只是冷冷地盯着外面,凶残之色闪烁。 裂缝外的数千修士,均都是在这里最少厮杀了上百年,心神坚定,但眼下却是依然为之一震,只是到了这里,就绝不允许不战而退。 在那些骷髅扑来的刹那,这些修士纷纷出手,展开了生死厮杀,那之前惊艳瞩目的六人更是一冲而出,直奔裂缝内,向外飞临的九游龙而去。 我六人联手,杀了子龙,就可以以此成为妖宗门人。 六人中,一个中年男子低贺一声,双手掐绝之下,全身顿时弥漫紫光,却是全身都成为紫色,气势轰然爆发。 其余五人纷纷展开各自最强神通,那中年美副绣发,瞬间成为了白色。 白发横扫,竟然在身体外形成了一股白发风暴,带着惊天之力直奔九游龙。 还有那修为最高的老者,更是双手一挥,在他身体外,竟然凭空幻化出了无数金丹。 这些金丹呢,与修士之丹类似,但却截然不同,是这老者以大智慧自创的神通,吸收天地之力化作金丹。 再以这金丹崩溃,换来更强大的威力,随着他双手挥动,瞬息间在其身体外,便有上万金丹弥漫。 还有那冷漠的女子,此女咬破舌尖,喷出鲜血落在手中细剑上。 立刻,这细剑散发出夺目金光,却是立刻就融化,形成一条金色的长河,在他身体外环绕,金芒刺眼,透出强大的毁灭之力,随着其身子冲了出去。 这数千修士中的六大强者,同时出手,展开了惊天动地的轰击,便于那九游龙一战,四周其余修士惨叫连连, 却是那些黑气化作的骷髅太过古怪,竟然不为任何神通与法宝,直接穿透,铺在了修士身上。 刚一进入,就轰然爆改,形成一股毁灭之力,使得一切被其铺在身上的修士,立刻肉身崩溃,原神消散。 再加上裂缝内冲出的众多修士,一时之间岌岌可危,那修士中的六大强者, 此刻已然临近了九游龙,展开神通,轰然攻击起来,但就在他们神通落下,身子临近的刹那, 那九游龙大头一甩,却是直接张口喷出黑色的雾气。 这雾气刚一喷出啊,顿时就化作了一个千丈大小的巨大骷髅头,直奔六人瞬息而去。 哄哄之声在这瞬息间惊天,六人中四男,除了老者之外,其余三人全部喷出鲜血。 面色苍白中,身子倒卷,大量的乳白色气息从七窍内冒出, 七骑落入那骷髅头的口中,好似被吞噬。 这是他们的生机,那老者嘴角有血迹,身子急迟后退,眼中露出寒光, 双手向前一指,口中大喝。 万丹其暴! 随着其赫声啊,那上万金丹轰然崩溃, 化作一股毁灭之力,全部落在了那巨大的窟窿上。 另外两女,那中年美妇身体外的白发风暴,轰然崩溃, 喷出鲜血,身子急急后退。 但在后退之时啊,同样有大量的生机被吸出。 至于那冷漠的女子,面无血色,右手虎口裂开, 鲜血沾染了手掌,其身体外的那金色长河流转也缓慢了一些。 但这女子却是咬牙,玉手向前一指。 顿时啊,她身体外金色长河轰然爆开, 化作无数金色的雨水直奔骷髅头。 轰鸣回荡,巨大的骷髅头为之一顿。 接着这个机会啊,那老者与这冷漠的女子施展了神通后,立刻后退。 敌手太多,先祭仙阵法红尚。 那老者在这数千修士中很有威严, 此刻后退中擦去嘴角鲜血,立刻大喝。 随着其和尚,四周修士纷纷退后, 彼此双手掐剧,立刻就有阵法之光在他们身上闪烁。 以升级即见,请妖宗大战。 数千人同时即现升级,在后退的瞬间呢, 七声低喝。 这数千个声音化作一鼓, 蕴含了一股惊天的威压。 在他们声音响起的刹那, 立刻,这战场那巨大的裂缝, 骤然就有幽光剧烈的闪烁。 真正轰隆隆的巨响回荡下, 那裂缝好似张开的大口, 在瞬间轰然闭合。 一些凶兽闪躲不及, 在闭合的刹那, 顿时崩溃,化作血肉死亡。 就连那九幽龙也是咆哮中硕大的龙头收回, 避开了在闭合下被斩断的危机。 老者看到这一幕, 内心暗叹, 他本打算集合六人之力, 把这九幽龙引出半截, 随后施展大阵灭杀。 但他们六人的实力, 却是根本就不行, 无法引出九幽龙。 若是李倩梅在, 以他的修为与法宝, 或许可以破开窟窿头, 使得九幽龙探处。 老者暗叹中收起心思, 趁着裂缝闭合短暂的时间, 右手一挥便又有无数金灯幻化, 直奔的骷髅而去。 与他一同还有那冷漠的女子, 这些修士在这里厮杀了太多年, 彼此配合极为默契, 另外四人不去攻击那巨大的骷髅头, 而是散开直奔被隔绝在外的凶兽, 与那些小骷髅。 那三个弥漫在蓝色雾气内的妖宗修士, 依然飘在那里, 一动不动。 看着这场厮杀, 看着凶兽与修士的死亡, 一些向着他们重来的骷髅头与凶兽, 往往刚一临近, 被那雾气一碰, 就顿时惨叫而亡。 这里是战场, 弱者无法生存, 你们要想活下去, 就要让自己变强, 突破修为, 就必须在一次次生死中度过, 当年我们三人也是如此走过, 当然, 这九幽龙很强, 在阵法效用过后, 这九幽龙便由我三人对付。 蓝色雾气内的三人, 穿出两个声音, 那被封闭的裂缝, 在片刻间震动起来, 却是短暂的闭合后, 渐渐地打开, 其内九幽龙的咆哮轰轰传出, 那老者与冷漠女子, 正与巨大的骷髅头交战, 将其困住, 正准备生生磨灭。 那蓝色雾气内的三人呢, 盯着慢慢打开的裂缝, 正要迈步, 但立刻, 这三人全部面色大变, 猛地转身看向远处, 一股无法形容的呼啸, 从远处的星空, 疯狂地传来, 这呼啸之声惊天, 更蕴含了一股强大至极的气息, 不但吸引了这三个妖宗之人的注意, 更引起了这战场修士的感应, 甚至, 就连那些在外的凶兽, 也不由地颤抖, 眼中露出恐惧, 竟然不再攻击, 而是齐齐后退, 想要回到裂缝内, 即便是那些骷髅头, 也一个个纷纷颤抖尖叫, 好似察觉到了什么, 让他们恐惧的气息, 迅速后退, 就连那与老者和冷漠女子厮杀的巨大骷髅, 也是一争之下, 空空地, 双目闪烁出恐惧的诱惑, 剧烈地挣扎起来, 想要退步,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, 使得此地所有修士, 纷纷心神大振, 齐齐看向远处那呼啸传来之地, 入目所望, 一片鸿芒惊天, 在那鸿芒内, 有两个人以极快的速度破空而来, 那人一身白衣, 一头白发, 神色阴沉, 但却有一股强悍的修为爆发, 使得星空都出现扭曲, 在这男子身后, 还跟着一个白衣老玉, 妖宗拥有六个修真心, 这六个修真心呈环形, 排列出一个圆圈, 这很简单的一个圆圈, 但却拥有一股惊天的气息环绕, 这是一座镇坊, 一座以六个修真心组成的大镇, 此镇之墙足以毁灭天地, 是妖宗无数年前被派到这里后, 由当时的妖宗之主亲自布下, 成为阻挡凶手进攻的最后一刀防线, 妖宗有六个山门, 分别耸立在这六个修真心上, 每一个山门内都有数个妖宗长老坐镇, 六个山门之间很少来往, 大都是独自行动, 这一现象在当年妖宗成立时便被其第一代, 也是最后一代宗主亲自定下, 一直延续到了现在, 在这六个修真心山门内, 拥有六座一模一样的齐天石碑, 石碑上刻画着同样的一个人, 死人中年, 衣衫飘断, 脚下有祥云, 天空有九只眼, 好似凝望大地, 而这中年人也是抬头看向天空, 似乎与那九只眼对视, 在这中年男子身后还有一株苍天巨树, 此树太大, 似乎就连这天地都无法阻止其延伸, 每一个妖宗之人都知晓, 这石碑上刻画的中年男子, 就是妖宗第一代宗主, 也是最后一代宗主, 那苍天巨树是妖宗宗主的本命法宝, 传闻中啊, 当年妖宗宗主之强足以撼动天地, 传闻在很早之前死地的裂缝战场, 要比现在还要大百倍不止, 无穷的凶兽, 众多的王兽, 甚至还有皇兽与传说中的华人之兽出现, 但均都被妖宗宗主一一击毙, 更几乎把这裂缝彻底封印, 只是在封印的刹那却是出现了意外, 似乎有人在那裂缝内施展了无法想象的神通, 生生地阻止了妖宗宗主的封印, 但即便如此, 这封印还是起到了作用, 大范围缩小的裂缝, 更是在其内封印隐隐的作用下, 使得裂缝内无法有太过强大的凶兽冲出众多, 至于这石碑上天空的九只眼睛所代表的寒意, 便不是寻常妖宗弟子可以知晓, 唯有妖宗的长老才知道, 那天空的九只眼睛代表了远古仙语, 他们也听过一些长老之间的传闻, 据说在很早很早之前, 妖宗之所以从神宗分离, 正是因为其第一代宗主的命令, 他命令一部分神宗之人驻守在裂缝战场外, 世世代代千千万万年, 在这里死死的守住, 不允许任何一只凶兽活着冲出, 据说神宗宗主实际上与妖宗宗宗主是同一个人, 据说此人来自远古仙语, 据说此人已然失踪, 生死不知, 现在的神宗实际上是被此人当年的奴仆代其操控, 妖宗故儿才不接受神宗的命令, 更是隐隐又对抗神宗的手段, 当然了, 这一切都是传闻, 真正的历史已然沉入岁月的长河中, 罕友人知晓得清楚, 各位听友,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玄幻修真小说《鲜秘》, 作者尔根, 演播丸子冯宝宝, 后期制作云曼, 更多精彩有声书, 尽在喜马拉雅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